花蓮縣酌西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為了要慶祝這一天8月8號父親節 第一次辦理了卡拉OK大賽 即部落打馬表揚活動 一共有9位部落爸爸報名參加歌唱比賽 同時表揚3位部落的打馬 部落主人齊聚一起來歡慶父親節 爸爸牽著孩子深情的在台上唱歌 歌聲嘹亮讓現場的族人聽得很陶醉 這是酌西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 第一屆卡拉OK大賽即部落打馬表揚的活動 總共有9位部落爸爸報名來參加歌唱比賽 大家都是部落的打馬 所以我們只是非派各部落一個 所以大概我們選出來的部落的打馬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是一個部落開始去做頒獎 那等一下在頒獎的時候 我們也會請介紹人還有代表去介紹 為什麼我們要選他 部落打馬是由部落的事務組長 主席以及太平村長來提名 接著再由社區發展協會的李建市 以及幹部們來投票選出 分別由太平部落的田陽橋 中平部落的金文明 中興部落的田明印等三位部落打馬接受表揚 其中太平部落的 打馬田陽橋致詞的時候說 也回想起小時候跟爸爸的生活點滴 他每次的註冊費要兩千多 在民國六十幾年大家都知道兩千都是非常龐大的數字 那個時候我在鳳梨公司 因為我們這邊那個時候還有鳳梨公司 我在那邊賺錢一天二十五塊 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為了要慶祝爸爸節 也贈送每位爸爸們一包工作手頭 以及遮陽帽子 希望辛苦的爸爸們在工作同時也要注意安全 中午大家更是享用愛餐 並且聽音樂 一起在八月八號這天來慶祝爸爸節 記者高雙雙 卓西鄉 彩方報道 我審И uncover 你